虽是无情帝王家 八王逼宫雍正皇帝失败 侄子洪石为了封口以绝后患 把八爷所有的门人和家奴一个不留 全发配到云贵极边之地去 但八爷没有愤怒 因为他想到一个可以报复雍正的恶毒点子 他让管家喊来洪石 准备给他来一波成功学洗脑 洪石见到八叔也是很尴尬的强行解释 再说这慧儿愿毒在心 这些人管不住嘴到处巴巴 传到我爹那儿一准又是一顿收拾 自古成大事者 不拘手段和小杰 该下手的时候就得六心不认 就得心狠守毒 八叔这辈子吃亏就吃亏在一个闲子上 八闲王 八闲王 闲有什么用 百屋一用 什么人心 什么德望 唯有加上帝皇这张牌 才是真正的王诈 不是皇上丹初 是死局 八叔说的话全是真心话 同时一时间懵了 弄不清这位深不见底的八叔 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这样落井下石 他不弃反话 三儿 你刚才进来 同我解释的时候 神字中仍然有欠然之意 这就说明你的火候还不够 八叔教你 神儿你最好能教唆你爹把我还赢你九叔 十叔 十四叔全都咔嚓 我们不但不恨你 九泉下还感激你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说这些话只是为了证实一样东西 那就是人这一辈子究竟应该怎样去争 像我这番弦是行不通的 八叔只能在你的身上去证实了 可惜人生没有彩排 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八叔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但是红石你可以 所以说到这里八爷从怀里掏出一张薄如禅意的纸 上巴掌大的纸面 匿名麻麻都是迎头小字 这些是八爷党里头 你阿玛还没有发现的官员的名单 第二品的官不多了 你拿去或许用得着 八爷知道这张名单能让红石彻底相信他 况且他已经用不上 而接下来才是八爷这次的真正目的 他鼓动红石手足相残 这样无论结果如何 都能让雍正体会到追星之痛 你比你八叔幸运 你八叔这一辈 光是兄弟都有三十六个 活下来的也有二十四个 即使到了最后时刻也是九龙夺敌 竞争可见激烈 你爹不比你爷爷康熙 真正能争皇位的儿子只有三个 所以海河殿那个位置 不可能有第四个人去争 八爷一番成功学营销 果然让红石觉得自己好像又行了 不由的期待八叔继续讲课 八爷也接着替他分析眼下的局势 要说灵透你们兄弟三人中应手推红咒 此话一出 红石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就那个牛马弟弟怎么可能 八叔你行不行啊 你不要不以为然 你想一想 读书的时候 红咒是最不用功的一个 可你们兄弟没一个能打的 他哪一次不是倒背如流 别看红咒整天荒诞不惊 可他每件事情都是在理智家法之内 这才是真正的大智若鱼 他是变着法子和光同尘啊 比如说这一次抄我们几个人的家 他就弄出个活出丧来 这一点他就比你高明的多 但你不用担心他 他是绝对不会和你们争皇位的 他知道当皇帝是苦事 做个平安王爷才是真正的福分 那么剩下来就是你和红利 你听清楚了 你有两点不计红利 一精明不计红利 第二狠毒不计红利 别看你弟弟乾隆处处是人 以儒雅宽厚的老好人形象 但该下手的时候 却眉头也不会皱一下 在山东 杀寻佛 杀翻台 列台 杀了二十多个官员 他竟连纸都没有起 你能有他很吗 再说前段时间的科举捧档案 他是正经的钦差 是整个项目的负责人 却把刘莫林推出来 得罪科甲官员 自己躲得远远的 还能够不让你跌一心 没人家狠毒 没人家精明 你拿什么证 阿叔说句话在前头 到了关键时候 他要杀你 他会毫不手软的 所以 你要办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在他之前 先除掉他 一番话犹如雷轰电车 同时被震的脸都白了 可红时也有他的担心 要是雍正知道 他对乾隆下黑手 那铁定死俏俏 原来雍正一个人 每天干的是五个人 甚至是十个人的事 吃睡还没有常人的一半 他的手指早已经不时的发散 还经常无缘无故地冒冷汗 这都是暴毙前的征兆 因此你不能够当 万一他突然倒下 你就争不过红利了 明白吗 八爷一番话 多少真多少假 我们不得而知 但红时却深信不疑 他和八爷达成了一笔交易 为自己的家人们 都争取了一天的时间 在行上路 八爷府书房 今儿晚上的灯光 分外的暗淡 黑压压的 跪了一屋子 我唯一感到愧疚的是 没有能够在这以前 给你们制一份家业 我太爱惜自己的名声 一个闲子 害我自己 也苦了你了 八爷脱下了外面那件袍子 露出了里面那件驾傲 里面果然藏着自己 积攒的一千万两银子 一千万是什么概念 雍正继位时 国库只有七百多万两 乾隆接班的时候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差不多六千万 八爷这超玩家 还有一千万 如果不执迷于皇权 做一个逍遥王爷 富可敌国那都是小事 如今什么都迟了 八爷首先给了福晋五百万 让他带着孩子回娘家 他是安亲王月娄外森女 以他的身份不用发费 再说 有了这点钱 回到娘家 也灭得看人家的眼色 八福晋挖得哭了出来 说什么也不肯撇下八爷 生死都是一家人 八爷只好硬着心说 夫妻本事同理 大难来时 各自飞 你们放不着陪着我受苦 你只要把我的孩子们都带好 就是对我的一份恩德 剩下的五百万 让胡管家给下人分了 按职位高低分多分少 最高的心腹师爷 能拿十万两银子 最低的单身狗家奴 能拿二千两银子 换算成现在最低 也能拿个一百万现金 八爷这人能处 如果不是被皇位给整磨整 对身边的人真的好 但性格决定命运 在剧中 八爷每次和九爷十爷 他们起冲突的喜因 都是觉得他们自甘堕落 见财妄义 丢了斯文体面 可见八爷是一位心气极高 极度骄傲的人 这样的人岂会甘居人下 加上他的母亲 是康熙朝中 霍丰妃子里出身 和智力最浅的一个 所以他天生就希望 扫除命运的不公 争出一个天地来 在政治策略上 他选择结盟和造势 在电视剧中 对九爷十爷 略有丑化 但九爷能在 年耕摇的西北大营中 全身而退 也算精明能干 更重要 他是雍正王朝的财神爷 他善于敛财 然后把这些钱 全部用于八爷党的 政治斗争中 他从头到尾 都在全力服保八爷 而毫无觊觎之心 单论君臣感情 八爷和九爷 着实不属于四爷和十三爷 而十爷看似草包 但实际 他与红柱的欺世 而自保的手段 有一曲同工之妙 他是八爷党中 家世最为显赫的一位 又与大批其人有身交 不失为一位很好的寓意 而十四爷除开性子偏下 文韬武略堪称全才 总的来说 八爷输就输在 太过于自傲自信上面 康熙曾评价八爷 八个影四处处学朕 他处处学得不像 朕是以宽人之人 他是以宽人收卖人心 朕对下面已经放纵过度 他却比朕则还要放纵 即便他的宽人是真的 也只会把我大清江山彻底毁坏 宽难见真情 很明显八爷的宽人确实是真的 否则不会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还想着给家人们留一条富贵出路 但用于一家一性尚可 用来治国则必然坏事 有江山就不能有我 有国就不能有家 但他仍为一代人杰 连雍正都曾不止一次想过 此人若为我所用 大清朝必定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可惜生不逢时 至此 八爷和十三爷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